37岁的王先生体重过重 还有脂肪肝病史 连续酗酒数天 竟然会住进家户病房 因为失业在家 借酒消愁很多天 所以来到医院 发现他的肝指数非常的高 肝脏切片检查就发现 有许多的一些大泡泡状的一些细胞 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脂肪肝 脂肪肝俗称肝包油 顾名思义肝脏被过多的脂肪细胞 占据可能比一般人 更容易被诱发为肝炎和肝衰竭 一旦产生慢性肝炎 就可能是慢性肝炎肝硬化到肝癌 这个三分不取 医师说肝功能恶化 肝指数飙高 可能和酒精 药物 细菌和病毒感染 以及自身免疫疾病有关 尤其是本身体重过重 又罹患脂肪肝的病患 更容易被外在不良因素影响 根据研究 大概减重5%到10%的体重 对于脂肪肝炎跟脂肪肝 就有显著的改善 若渐渐发现 罹患脂肪肝 就应该远离酗酒习惯 超时工作 压力环境等高风险因子 一旦出现负胀恶心 食欲不振 精神疲惫和皮肤变黄的症状 可能是肝病变引发 立即就医治疗 大爱新闻 张泽人 刘伯明 严广盛 中部报道 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